罗马书 第四章 这样,那按肉体做我们祖宗的亚伯拉罕,我们要怎么说呢?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他就有可夸的,但是在神面前他义无可夸。 经上说什么呢? 亚伯拉罕信了神,这就算他为义。 做工的得工资不算是恩典,而是应得的,但那不做工的,只信那位称不敬钱之人为义的,他的信就算为义。 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之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 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 主不算为有罪的,这样的人有福了。 如此看来,这福只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 不也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 我们说,因着信,就算亚伯拉罕为义。 那么,这是怎么算的呢? 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 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 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而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 为使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也使他做受割礼之人的父。 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而且跟随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为受割礼而信的足迹的人。 因为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承受世界的应许,不是借着律法,而是借着信而得的义。 若是属于律法的人才是后四,信就落空了,应许也就失效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人做后四是出于信,因此就属乎恩,以致应许保证归给所有的后裔, 不但归给那属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便为有的神。 在这位神面前,亚伯拉罕成为我们众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 他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存着盼望来相信,就得以做多国之父。 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 撒拉也不可能生育,她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仍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而起疑惑,反倒因信而刚强,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 所以,这也就算他为义,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 就是为我们这些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人写的。 耶稣被出卖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使我们称义。 感谢观看